其实上海对我来说 对我家庭来说 其实是一个 有一个 故事在的 对 那我自己本身 就是因为我妈妈已经不在了 对 然后她之前 她得了癌症 然后她有来过上海 大概一年多 然后来这边医病 对 所以她那时候 就是来这个医院 这是妈妈当年 看病的地方 对 就是 就是在这边 对 那我没有来过 那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因为那个时候 是我爸跟我妈他们 那时候就没有 跟我们小朋友说 所以你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当时 完全不知道 你一点线索都没有发现吗 完全不知道 所以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你还在读书是不是 那个很久了 那个是大概 两千年吧 对 已经大概有十九年了 所以 我们现在要进去的这个大楼 就是妈妈当时做检查确诊的 对 我爸跟我妈妈之前 有来这边医疗 然后他们也来了这边好多次 十几次吧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因为我爸是隐瞒我们 然后带我们妈来治疗她 就是癌症的这个病 我是缺席的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可能跟自己的爸爸 心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结吧 母亲患癌的八年 父亲选择了对无尊隐瞒 这八年陪伴的缺失 是无尊对母亲最大的遗憾 也成为父子间不忍触碰的心结 这边就是病房的地方 而且我感觉看这个墙壁和楼道的感觉 应该是 这边还保留了当时的状况 我们不会打扰到病人吧 这边还有这个心愿术 就是患者的家人 把祝福写在上面 住三十七床早日康复 奶奶每天都要开心 我写一个给我妈妈 然后写一个给大家 好啊 假如可以回到过去 我会写什么东西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陪伴 那张纸里面跟妈妈说 他不会是孤单的 这个是要写给大家的 我觉得也写给这儿的病人 然后也写给这儿的医生和故事 他们也挺幸福的 对 觉得他们的工作很伟大 他们都是非常伟大的 就感谢他们对病人的付出 你们不是一个人在努力 我们会排在你身边 一起加油 希望他们看到之后 心情能够好一点 能够每天开心一点 重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 能够对他有触动的 大概是那个心愿墙 因为其实医院这个场景 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是他心里面那个遗憾的点 是那个心结所在的地方 他跟我 我跟他一样 我们俩都是完全 进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唯一不一样的是 这里住过他熟悉的那个人 而且是再熟悉不过的一个人 会不会有那么一瞬 他会想到回到过去 那个年纪的他站在那儿 会想给妈妈写点什么 说点什么 做点什么 是当时的欣慰 也是他今天重走这条路的心愿 想要去弥补当年 没有能够